各位同学,这里是我们的subject text的page1,number2a 要我们去simplify一个fraction 你留意,第一个数这里是没有分数的 所以我要把它变成分母是m加n,那怎样变呢? 分子乘m加n,分母也要乘m加n 这样才是通分母,减m二次overm加n 我们要令到分母变成m加n OK,再加等于在这里 然后就是,既然两个分母相同 现在就可以放在一起 m加n做分母,分子就是m括号m加n 然后就减m2 OK,我们收拾一些 然后再将分子的bracket expand 不要忘记,是m2加n-n2 你记不记得呢? 在这里看着,m乘m加n 是expand bracket 对不对? 应该是m2加n 有没有忘记呢? OK,I'm sorry,我写错了,这是m2 那两个m2互相cancel 的话呢? 那就剩下 mn over m加n 不能再更简单 这就是答案 我想这题数最重要的步骤 就是在第一步 它将这个 上面这个m 我们要通分母 对不对? 这个m通分母的话 就是寫成m 是等于 如果我们要分母变成m加n 分子都要成m加n 这样就是 将分母变成m加n 所以这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大家留意吧